新北市议会的多名议员 因为涉嫌在政府议长选举时量票 遭到板桥地检署约谈 而第一波遭到检方传讯的 包括了27名民进党籍的市议员 还有自称把票投错给自己 后来被开除党籍的李婉玉 大部分的人都说 他们只是依照党团的指示 并不是故意违法 而检察官则建议这些市议员 考虑认罪协商 去年12月25号 新北市议员上任第一天 要选出首届新北市议长 由于蓝绿席次接近 选情紧绷 两党都寄出党籍 要求党籍议员要投给党团支持的对象 议员们也出现疑似监票量票的动作 画面上当时还是民进党籍的市议员 李婉玉因为在议长选举中 把票投给自己 还度向在旁监票的民进党市议员张瑞珊求救 结果这不但让他被开除党籍 他也因为量票的动作 在22号被板桥地检署约谈 板桥地检署目前是以违反国防以外秘密罪 来侦办新北市政府议长选举的量票案 从22到24号三天 以关系人身份传讯 包括李婉玉在内与民进党团的27位议员 党籍会这样要求 其实也是在对抗这个买票 或者是其他的不正的手段 来介入政府议长的选举 检察官希望党籍的议员 在考虑是不是认罪协商 那如果说每个议员认为自己没有妨害 投票的行为 那当然可以请律师做一个辩解的这个动作 没有认罪 没有 检方也表示后续后会传讯 有量票嫌疑的国民党籍议员 而不止新北市议会 日前高雄市与台南市议会的议员 也因为涉嫌在政府议长选举中量票 分别遭到高雄与台南地检署 大动作侦办约谈 目前两地的疑似量票案都还在整版当中 既有张雄许正俊台北报道